女人被鬼子关进军营里 无事无可逗男人来光顾她残破的身体 女人早已麻木不仁 女人名叫珍珍 是这个小村庄里出名的美人 这天她和未婚夫大宝置办着结婚的物品 采购完以后 大宝带着珍珍赶回家 不巧的是 鬼子站去了她家的门口 珍珍已出现 却被忘了的鬼子看上了 她没有机枪威胁大宝不要靠近 随后狠狠地拽过珍珍 将她压在桌子上 当着乡亲们的面侵犯了她 珍珍的母亲在冷门的众人面前 崩溃的大哭 不久鬼子离开了 还带走了昏灭的珍珍 看到珍珍再次进来 发现自己已经到的鬼子去淋里 她每日都要忍受不同男人的照顾 这样的生活 珍珍忍受了三年 但珍珍从没放弃过希望 终于有一天 珍珍和狗娃娘趁守卫放松 逃了出来 二人躲在土墙外的水井旁 开始梳洗起彼此的头发 希望能体面一点出现在家人面前 此时远处下了一个主拐的老人 二人则趁机打听起村里的情况 二人告诉他们 原先村里又有个女人 被鬼子带走后逃了回来 可是她却在村子里 受到了丈夫和村民们的嫌弃 甚至连她的孩子都被人歧视 女人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听了老人的话 狗娃娘回家的期望彻底被浇灭 她叮嘱珍珍 往后狗娃要问起 就说她死在了鬼子的军名里 说吧 珍珍一个转身的功夫 狗娃娘就投井自尽了 只留下了送给狗娃结婚用的戒指在水井边 珍珍只好戴上戒指 替狗娃娘完成最后的心愿 珍珍回到村子里 发现大宝早就结婚了 而她的母亲也在珍珍被掳走后 跟随着一场大火离世了 珍珍准备了一个绳索 也想跟随母亲而去 抓眼间 她看到狗娃娘的戒指 和狗娃娘临终前的叮嘱 最终她选择继续活下去 珍珍就在土地庙 找到了熟睡的狗娃 她默默地在一旁 等待着她醒来 狗娃醒来后 珍珍将狗娃娘的话 告诉给了她 她把戒指给了狗娃后 就要离开 可狗娃紧紧地跟着她身后说饿 珍珍很是心疼 便去了土匪窑 给狗娃偷东西吃 谁知 他们却被土匪捉了个正兆 面对宣问的土匪 珍珍将狗娃紧紧地护在身后 大声向土匪头子此一喊道 只要不上炕 干啥都行 珍珍这话一出 珍珍让手下拿了只枪给了她 珍珍哪里碰过枪 她只好忍着恐惧 拿起枪冲着天 开了一声 可狗娃自被这声枪响 吓得娃娃大哭 四爷喝止住了狗娃后 又让珍珍去给她烧洗脚水 珍珍将水烧好后 珍珍又逼迫她 给自己洗脚 神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纵使是珍珍百般委屈 可她不得不按照四爷所说的做 女人被捕给男人洗脚不说 男人还用她的脚 不断磨缩女人的脸庞 下秒 女人直接被男人的举动 恶心地吐了出来 珍珍吐了四爷一声 她毫不留情地将珍珍赶了出去 珍珍只好在屋外 不断地呕吐 这是她在日本军营里 留下的后遗症 此后 珍珍和狗娃便留在了土匪窝里 而珍珍也成了他们那里的厨师 每天服侍他们吃饭 这天 土匪们吃完饭后 就带着枪下了衫 珍珍便和狗娃一起 将土匪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又将脏乱的土匪窝 打扫得一尘不染 等到四爷带着兄弟们回来后 发现自己那小破寨子 就要冒着吹烟 他们急忙赶了回去 看着被珍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寨子 一时之间都对珍珍刮目相看 四爷告诉珍珍 她决定收下狗娃 然后给她展示了今天的战果 他们斩杀了六个鬼子 珍珍得知四爷他们下山 是在杀鬼子后 看起活来更加带劲了 可鬼子留给她的梦魇 是挥之不去的 她时常回忆起 自己在军营里被侵犯的日子 精神恍惚的珍珍 竟一边尖叫着 一边拿起火把四处挥舞 四爷以为她是犯了疫症 便上前将她打晕在地 等到珍珍再次醒后 已经是几天后了 狗娃给她断了药盒 狗娃说 这是四爷特意为她下山讨来的 珍珍第一次体会到 这个粗鲁壮汉的柔情 四爷看到珍珍醒来 便将短刀递给她 让她在木头上 刻三道痕 珍珍知道 今天四爷他们 正是又杀了三个鬼子 珍珍拿起短刀 用尽全身力气 恨不得将这三年的屈辱 一起刻进这木头里 珍珍刻完后 四爷便带着她去了仓库 让她跳进自己喜欢的衣服 此后每次四爷杀鬼子归来时 她就负责用短刀 刻在木桩上 平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寨子里的粮食告急了 四爷他们只好去享鬼子的粮 很快 寨子里的所有兄弟 甚至是狗娃 都跟随着四爷下山去享良了 珍珍不能上战场 只能在寨子里等着他们开旋 珍珍左等右等 心灵满是对四爷和兄弟们的担心 不久 兄弟们带着中了两枪的四爷回来了 治疗枪伤需要吸衣 可这村里没有吸衣 更没有吸药 如果四爷不及时治疗枪伤 很快就没命了 为了救下四爷 珍珍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这个女人真是胆大 她为了救下土匪头子 进步吸返回鬼子的军营里 抢回一名日本军医 回到寨子里 医生被绑到寨子里后 第一时间就认出了珍珍 曾经是她没完锁里的一员 因为珍珍的绝育手术 就是她亲手做的 她当众羞辱了珍珍一番 珍珍恨不得拿刀砍死眼前证人 医生纵是百般不愿 但面对生命的威胁 她不得不给四爷做了手术 取出了子弹 四爷的伤势没有大碍后 医生直接被送去了地狱 珍珍曾经的屈辱 也被揭发了出来 土偏们则一改之前的态度 不仅不允许她靠近四爷 还不吃她做的饭 珍珍心里清楚 自己这时遭到了嫌弃 她不愿在这里自讨没趣 于是她选择离开寨子 她没有人可以依靠 也没有家可以回 她只能独自一人 在草地里漫无目的地前进 珍珍看着遍地 变成森森百果的尸体 眼里净是落寞 突然 她一个不注意跌倒在地 膝盖都流出了鲜血 幸好一个商人路过 贴心地帮她处理了伤口 珍珍以为 自己有生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商人却希望珍珍 能够给她生下海测 珍珍早已在军营中 被做了绝育 哪里能满足商人的愿望 珍珍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在军营中遭遇的事 告诉了商人 商人毫不留情地离开了 可是这一切 都在珍珍的意料之中 她不明白 明明受到伤害的是自己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厌恶她 珍珍再次踏上漫无目的的路途 对生活彻底绝望的她 蹲在地上崩溃大哭起来 这时 四爷骑着马 出现在了珍珍的身后 原来 四爷从昏迷中苏醒 发现珍珍没有抓到在身旁 顿时勃然大怒 她不顾兄弟们的阻拦 带着商骑马赶了出来 找到了痛苦的珍珍 此时硬汉容四爷 也感到了心疼 她直接对珍珍说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四爷的这番话 触动了珍珍的心 可是她自卑自己的过往 并且珍珍也再也无法生育 她不想当个这样 众意良善的人 于是 珍珍直言拒绝了四爷 过了许久 她迟迟没有听到四爷的回话 珍珍回过身去 看到昏倒在地上的四爷 很无奈之下 珍珍只好将四爷扶上马 带回了寨子里 此后 有了四爷的撑腰 寨子里的人 再也不敢瞧不起珍珍 珍珍准备替四爷去山下 打探八路军 四爷想带着弟兄们 和八路军一起打鬼则 珍珍一想地寸离那些人 看待自己那厌恶的眼神 心里直打鼓 可面对赋予他心希望的四爷 他想要拼尽全力帮一帮他 珍珍怀着忐忑的心 回到了村子里 此时的珍珍才发现 原本破落不堪的小山村 已经变了父母样 村里的人 亲切地上前跟他打招呼 眼里也没有了厌恶之意 珍珍将四爷的话 传递给八路军 他们十分愿意 收编四爷和他的兄弟们 看到村民们变得和蔼亲切 他从心里里觉得高兴 珍珍欢天喜地地上山 想告诉四爷这个好消息 可珍珍刚走进寨子 就发现了满地的尸体 原来鬼子发现了四爷的寨子 便派兵 搅上了连在四爷在内的所有人 整个寨子里 唯一幸免的 只有回寸的珍珍 唯一的希望 就这样被鬼子再次磨灭 珍珍不再选择忍受 他穿上了四爷送给他的衣服和首饰 像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他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鬼子的军营中 很快 军营里的鬼子就如同苍蝇一样 将珍珍团团围围住 珍珍掀开怀里的布 引爆了炸弹 一声巨强过后 珍珍和那群鬼子同归于尽 偏见和愚昧 才是侵略者最大的帮凶 尊重和理解 才是最好的安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赏好